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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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安 小肉猪 李宗盛 啊 啊 啊 嗯 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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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2 2 3 4 4 5 5 9 11 11 11 醒来头疼的话记得吃醒酒药 我先走了 小若初 我很惊心 女若初 你这是在玩火 我昨晚都干了什么 什么 我是为了有求必应的任务 应该不算过分吧 不过分 不过分 不过分吗 不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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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有求必应 未来发展规划 你们先看一下 都拿走 我这是有点还烫手啊 我先给你倒杯水 玩儿也玩儿了 喝也喝了 都给我收收心啊 懒懒散散的像什么样子 一个个的 谢谢 谢谢 看来霍老师已经正式加入我们的团队了 那咱们呢就来聊一聊有求必应的鸿图文艺吧 咱们有求 咱们有求 都怎么回事啊 有这么听领导讲话的吗 祖罪 小颜提醒的有道理啊 这个 咱们昨天还沉浸在欢乐的海洋 今天马上开启着严肃的事业 大家这情绪转换 这 确实有点生硬啊 那我看 今天就 好嘞 不是 那明天继续开启 好久不见 云雅 你还是叫我霍云雅吧 你突然约我到这里有什么事情吗 老朋友叙叙旧嘛 看来你最近挺闲的 对了 我们的大作家是不是有新作业上了 我听新闻说 你去了一个叫 有求必应的事务所搜集素材 我看采访里你还有一个助理 叫聂柔珠 你跟他的相处方式不一般呀 你是不是对他有意思 胡说 其实喜欢一个人没什么的 所以你找我到底是什么事情 我可能喜欢上了一个人 不好意思 如果你没有其他的事情 我就先走了 霍云雅 我喜欢你 我是认真的 之前公司朝我们俩cp的时候 我没有拒绝 就是因为我确实 你等一下 你刚刚说认识我很久了 但我觉得你根本不了解我 我们不合适 我们不合适 不好意思 我还有其他的事情 我就先走了 谢谢你的美食 喂 考虑 你现在立刻马上来我家一趟 考虑 你这样就有点极端了 哥 不是你让我立刻马上来你家的吗 你别动 别把你头上的泡沫弄到我沙发上 哥 哥 你遇到什么事了 不是我 是玛丽奥 玛丽奥终于有感情戏了 但你知道 她在感情上没有什么经验 怎么样才能让那个女孩 主动对玛丽奥表白呢 玛丽奥喜欢那女孩吗 玛丽奥觉得不是不可以 那就让玛丽奥主动出击啊 那可不行 她可是高高在上的玛丽奥 怎么能主动表白呢 哥 那我觉得 首先得确认那个女孩 喜不喜欢玛丽奥 有人能抵得住玛丽奥的魅力吗 也是啊 哥 那你具体说说 她们之间会发生什么样的事啊 大概就是这样 什么都没做 玛丽 你是不是不好意思跟我说呀 害羞啦 真的什么都没做 真的 你 牛猪 牛猪你也太怂了吧 妮妮 你脑子里都想什么呢 我还想问你脑子里想什么呢 我不知道嘛 所以想问问你 你帮我分析分析 行 其实我跟你说 这件事情很简单 哥 你别说了 我都知道了 你知道什么了 你 喜欢上捏柔猪了 怎么可能 明明她喜欢我 逗逗 谁说是捏柔猪了呀 哥 你就别装了 但是 哥 我跟你说啊 捏柔猪 她 她不 她不可能喜欢你 为什么 我这么完美 她凭什么不喜欢我 你给我个理由 这 这就是不可能 哥 你完美也没用 没有理由 没有 就是有点小紧张 那我再问你啊 你有没有心跳啊 没心跳我就死了 哎呀 你别那么极端 我说的是心跳加速 就是 砰砰砰砰的那种 我没注意这些 那季 今天就给你上一课 告诉你什么叫做 烹燃心动 你明天就按照我的方式 去 去测试一下 测试一下 早知道就不叫你来了 回去 哥 你看我这 来都来了 喜一半 这 要不我在你这儿冲冲 消失 好嘞 有这么明显吗 访绝 有什么 特别有什么 都没有ани 跟我们一起 简陌的 再来 再来 你看我们的 大家 如果 不要 一 二 三 四 五 你想干什么 没什么感觉啊 还不承认喜欢我 那要是 我跟他对视之后 还是没有感觉呢 那 就来一些身体接触 如果是你喜欢他的话 肢体接触也会让你心跳加速的 比如呢 比如就 这样 或者 这样 为了把有求逼应 做大 做强 再创辉煌 这个这个 还是得延续一下 上一次的会议内容 好 你在干吗 柔主姐 你哪来的勇气 心跳是有点快 但我一元一惊一乍的 我怎么觉得是被他吓了 到底什么意思 我 我不告诉你 眼神对视 身体接触 所以你到底还想做些什么 如果以上行为 你都没有反应 那 就只能来个实实在在的拥抱了 只要你喜欢他 一定会心跳加速的 还是没反应 我真的不喜欢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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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眼中一天睡起正堂 看不清人一种美好的可能 直到往往又已停在 旅行 你深伤 我找到我的唯一言 你可怕 我都不喜欢你 你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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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本看我 可你还是三无 原来你不是没反应 而是反应太慢 不过呢 这也证实了你喜欢他 没错 谁反了吗 我那是没经验 那这也不能证明我就喜欢他呀 你的心里明明就有答案了 那你说 他有没有可能也喜欢我 这个问题呢 你就不用纠结了 我告诉你 不 可 能 为什么 因为你们俩一个在天上 一个在地下 这完全没有可能性啊 他有这么差吗 大姐 我说的是你在地下 不是 你是不知道 他之前身边那些女孩子 都是什么样的 你听说过 一直跟他合作的那个女明星 唐依依吗 他们俩传绯闻可不止一次了 他怎么可能忽然改变胃口 喜欢你啊 不过没事儿 男神的标准呢 对于你来说是太高了 行了 你过几天呢 就会忘掉的 到时候咱们再重新找新目标去 男朋友啊 你 喂 好 柔柱 我今天还有事儿 你记得帮我关一下电啊 我先走了 你慢点 你记得都关好啊 我该怎么办啊 该穿什么去约会呢 该穿什么去约会呢 好 喂 您好 这里是库德姨宠物旅居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的 你怎么来了 是压力山大病了吗 没有啊 那你来干嘛 停 咱能别跳华尔茨了吗 这熟悉的场景 你到底要干嘛 所以你就没什么话想对我说吗 你说那个呀 我那晚喝多了 我跟你道歉 我就当什么都没发生过 我绝对不会合上你的 你不用向我道歉 我懂你的口是心非 我 可以考虑接受 你没病吧 也许是我一反常态的平易近人 让你难以接受吧 那我再说一次好了 我 何以考虑接受呢 不是 你 接受 我 所以你准备好 跟我告白了吗 你让我跟你告白 你让我跟你告白 火炎雅我为什么要跟你告白 因为你喜欢我呀 不好意思 你不是我喜欢的类型 类型 我知道你在努力消化 所以找理由拖延 但这个根本不是理由 我自认为我在所有的类型里 都能做到出类拔萃 行 我就明白地告诉你 我 拒 拒 你 拒绝我 拒绝我 这不可能啊 你 你没有理由啊 我有喜欢的人了 这算是一个理由呢 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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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拼搏日久 尽管被病痛折磨 可妮的眼神依旧清澈 她的答案令马里奥和朱莉震惊 在与她重逢的那天 布朗竟然没有对可妮告白 我不该浪费这次机会向她求证 她到底喜不喜欢我 不对啊 我求证什么呀 我怎么怀疑起自己来了 我是在给她机会 向我表明心意才对啊 我喜欢的人 她喜欢的不是我 我喜欢的人 我这么优秀的人在她身边 她怎么可能不喜欢我 那她喜欢的人到底是谁 一直为她心烦意乱 没想到创作进度还不错 柔出柔出 你小点声音你啊 耳朵都被你震了 你猜猜发生什么了 这件她烦了 你怎么知道 是男神 是男神 会啊 我 我把照片发给你 你快看 柔出 虽然照片模糊 但是能看清男神的脸 对面的女人倒是不太清楚 呀 柔出 她对面的女人不会是你吧 你觉得 她对我能笑得那么开心吗 看身材也知道不是你的 柔出啊 你喜欢她归喜欢她 可别陷进去啊 谁陷进去了 她跟谁关我什么事啊 名单什么 挂了 我去睡觉 终于可以踏踏实实看剧了 看看什么呢 什么呀 跟别的女人约会 还想让我跟她告白 霍云莲你当个人吧你 什么意思啊 布丁 你不会也像一年一样 以为我真喜欢她吧 最新消息 那个女人应该是当红女行唐依依 柔出啊 这件事儿先不要往外传 会影响男神的 起来啊你布丁 我认客 起来啊 啊 起来啊 趋 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最近总是看手机 你不会真的谈恋爱了吧 没有 他不会是真的谈恋爱了吧 经过前两次会议 相信我们已经做足了普电 今天我们直奔主题 我决定安排一个任务 咱们有求必应事务所 有必要弄一个公众号 除了在线法律知识的普及 还需要再看一个栏目 主要内容就是 百姓情感问题的在线疏导 这样对吸引和挖掘潜在客户 也有帮助 情感 现在人不快乐是同病 而很多不快乐的原因 就是因为情感匮乏 我看感情才是不快乐的因素 于情于乏 我们都能够帮助到别人 这才是有求必应存在的意义 那谁负责这个专栏呢 依我看 就暂时交给柔珠和霍老师吧 为什么 我可以写 任我 任我 我不写 你 柔珠姐 我觉得你特别适合写这个 因为你写了很多情感类文章 我知道 你没啥喜欢的人 当然了也没啥人喜欢你 但是正因为是这样 你才是最适合的人选哪 因为你对感情饱含期待与热情 我相信你 你一定可以和霍老师搭档愉快 圆满完成任务 大老王 你是从哪儿看出来 我对感情饱含热情与期待的 因为 你单身 单身 没有喜欢的人 你 大老王 你太过分了 好了好了 你看人家霍老师都没啥意见 我就说我这么完美的人在眼前 她怎么可能喜欢上别的人 就这么定了 哈嘞 你 霍云雅 你怎么在这儿 逛超市啊 您这么大的作家还亲自逛超市啊 还亲自逛超市啊 您不是所有事情都交给 凯琳处理吗 今天我就想亲自逛超市 不可以吗 随便你 你故意给我捣乱是不是 不是 这些对你的健康不好 你不应该吃 而且你应该听话 我行什么听你的 再说 吃一次又不会死 你这次不吃也不会死 你真的想吃 等我 等什么 等这些水果自己开花结果 要你管 我想吃什么就吃什么 你真想吃 对不起啊 我就是故意的 笨手笨脚的 要是没有我 你是不是就摔倒了 你能不能不要跟着我了 我没有跟着你 你去哪儿 我接这儿 我现在就是 你揉珠 你怎么这么麻烦 揉珠 卓珠 没看见我在工作吗 我带压力伤大来检查身体 压力伤大怎么了 生命了 你看看吧 医生说 压力伤大各项指标都正常 没有问题 当然了 我的狗 身体素质肯定不会差 那你带他做什么身体检查 日常检查 现在可以走 柔珠 你还有别的事吗 我在工作很忙没看到吗 走 走啊 走 你再看 走 不是 你先看一看呀 压力伤大的毛是不是有光泽呀 走啊 教授是不是够红亮 你看一眼吧 你看看教授是不是够红亮 走 从来没有人敢把我拒之门外 喂 云雅 你现在方便吗 不方便 那怎么办 我的助理今天请假联系不上 我家的狗又病了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你家的狗病了 你怎么又回来了 带狗看病啊 我不是说了吗 压力伤大没病 她的狗生病了呀 我都知道 你ielle 所有的CP 对 曾个商 managers 快地 dafür egent明说 你没有..... şère 我今天 difficulties 你��从タイヤ人 都知道 狗狗 怎么了 他昨天还好好的 今天起来之后就一直在吐 我实在没办法了 才打电话求助他的 没事 你先把他给我吧 他没事吧 没事的 唐小姐 医生说是由于换剂 导致的肠胃不适 按时吃药 过几天就好了 你们平时也要注意他的饮食 谢谢你啊 念小姐 都是我的疏忽 医生给他开了几副药 这个是单子 您看一下 没有什么问题 我就去取药了 劳烦绅士的霍先生 帮忙取下药呗 为什么呀 你没看到念小姐 都忙了半天了 你怎么一点都不怜向西域 那麻烦绅士的霍先生啊 快去 其实我以为 你跟霍云衙是一样的人 一样自恋和龟芒吗 你也觉得他自恋和龟芒 相当觉得 你 介不介意跟我说一说 你认识的霍云衙 唐小姐不会是担心 别担心 就是闲聊 那我说了 我一开始接触他的时候吧 我觉得这人有病吧 哪个医院跑出来的神经病 第一次见他的时候 简直刷新了我三观 但是后来慢慢才发现 他就是个傻大个儿 傻大个儿 他就是看着外表冰冷 其实内心挺温暖的 他以前能说一个字 绝不说两个字 不像现在 鸡里呱啦的 锅躁得很 我都烦他 你喜欢霍云衙吗 不 我怎么可能喜欢他 其实 我跟霍云衙表白了 那恭喜你们 但是我被拒绝了 怎么会啊 你这么优秀 可是优秀 我跟喜欢是两码事 罗珠 我要投诉你们宠物医院 这取药时间太慢了 你看 爱情就是这样 突如其来 你想躲都躲不掉 你俩在这儿说我什么坏话呢 你想多了 我实在谢谢你 帮我找到了这么好的宠物医院 也谢谢柔珠 帮我解决了一个大麻烦 好了 我先走了 拜拜 走 所以 你们刚才在说些什么呀 什么声音 什么声音 傻大哥 你先别管那么多了 你快去送送他 去呀 词外孟秀 你出去 没事 先揭 你去吧 你去找帐 我来保持你的 你去吧 你去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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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哥 你现在小说越来越好看了 这些还用得着你跟我说吗 是 我办门冻斧了 你明天带一些新鲜水果给我吧 好的 没问题 拜拜 你去去去 去去 请 请 京县旅行唐依依的神秘男友 唐依依与云卷天涯秘密交往多年 什么呀 柔珠 你怎么在这儿啊 你怎么来了 岳湖姐 还不是我那个臭弟弟 又和唐依依报出绯闻了 柔珠 你不会是因为绯闻的事不开心吧 当然不是了 柔珠 我跟你说 唐依依他们公司 就是热衷于炒CP 我今天约邝依来 我就是要警告他 不要再放任这样的炒作了 你别放在心上 我弟他根本就不喜欢唐依依 他喜不喜欢唐依依 我知道错了 我这次一定处理好 我绝对不会让哥 再跟那个唐依依爆出绯闻了 你跟那臭小子自己去处理吧 行了 我要带柔珠去散心了 谁也别打扰我们 柔珠 我弟让你不开心了 我带你去散散心 我 走了 哥 月虎姐又骂我了 又绯闻爆出来了 绯闻 什么绯闻 京线旅行唐依依的神秘男友 唐依依与云卷天涯秘密交往多年 我总算明白她生气的原因了 你又是猪呢 月虎姐带她散心去了 让你们都别打扰她们 我姐 我让你带的东西呢 我给你放车里了 哥 你去哪儿啊 没有助理 没法工作 揉住 揉住 打拳 不能这样 你这样很容易受伤的 手腕 你看我 试一下 慢一点 加油 继续 加油 我不行了 我打得动了 慈兵 发泄出来是不是好多了 说得多了 那我们出去休息一会儿 好 走 柔柱 你老实告诉我 你是不是对我弟弟有那方面心思啊 岳湖姐 你就别打趣我了 我不是在打趣你 我是在认真地问你 岳湖姐 我能问你个问题吗 你说一个人 怎么才算喜欢另一个人啊 这当然是因人而异了 喜欢这东西呢 很多时候是不自知的 你怎么想 我就会觉得喜欢一个人挺麻烦的 你就是喜欢我 弟 我没有 我没有 我接个电话 喂 依宁 你怎么回事啊 都不回我信息 柔柱 我害怕 我不敢回家 你在哪儿 来来来 你先坐下 怎么了 我这两天一直在被人跟踪 什么 谁啊 尤其男友 那天 是我们相恋两个月的纪念日 我们一起吃饭庆祝 我喝了酒 在他送我回家的路上 什么 他这是亏待你的隐私 那后来呢 我当时贴了心要跟他分手 因为我觉得实在太可怕了 分手之后 一直都没有发生什么 直到前天 我在餐厅结账的时候 那个服务员跟我说 你男朋友帮你结过了 我当时只觉得心跳得好快 昨天半夜的时候 他敲门来给我送吃的 我说我不要 他就一直在我家门口等着 今天早上 我以为他已经走了 结果他还在我家楼下 我好不容易才趁他不注意溜走的 柔柱 没事 我真的不该回家了 别怕别怕有我在呢 柔柱 肯定是他 肯定又是他 怎么办柔柱 别怕 有我在 我先去看看 你在这儿坐着吧 谁啊 你怎么来了 这是我亲手给你做的管套 送给你 我有点话想对你说 他是谁啊 女生的事你别管了 你先回去吧 我想说 你不要说了 明天再说吧 我先给你倒杯水啊 易宁 好 atters 那是啦 今天你先住在我家 有什么事我们明天再商量 好不好 好 霍元牙烦不烦 霍元牙 你有完没完 你好 丁宁 你出去出去 丁宁 我知道你躲这儿 今儿我去告诉你 咱俩分手不可能的 你到底要怎么样 才能放过我 我是那么爱你 你干吗老躲着我呢 总之那根本不是爱你走 这儿不欢迎你 丁宁 我对你的爱她怎么能懂 你走不走 你应该知道 我手机里有不少好宝贝吧 你要真想和我分手 那些照片 会落到哪儿去呢 你给我 快带你给我 霍初 霍初 变态 你再不走我报警了 报警 你报 ug 周ITT 姨娘 你还敢找 别的男人帮你 没事吧 小心 回啊 回啊 还愣着干吗 快报警啊 坐直了 这黄霄真可恨 要是毁容了怎么办 还不是因为某些人太蠢了 才把门给打开 我当时以为你在外面 才开的门 转过去 你怎么俩红了 没有吧 程哥俩都红了 我这是因为 开心导致的激素增加 这 这是高兴 这不是害羞 被人打了你还高兴啊 我高兴是因为 此时此刻 不过你的眼里只有我 你说说我喜欢你 什么 我说 我喜欢你 早上还喝糖衣 那是绯闻 都是假的 那 你上午怎么不和我说 你没给我机会啊 所以 你的答案呢 我 你 你饿了吧 我跟你去煮面 你 你 怎么这么疼 居然差点就心动了 孽收珠 你怎么这么肤浅 不就是高了点 帅了点 穿上衣服好看了点吗 你怎么了 他说他喜欢我 不会是真的吧 清醒 别那么自恋 也要放开 拿来 那我 冰尔 真的 腿 冰尔 冰尔 给你 冰尔 你 怎么了 地上冷 把鞋穿上 我先去趟洗手间 她怎么可以把房间搞得这么乱 这么多奸职不累我了 这么多奸职不累我了 你在这儿我干吗呢 都是你舒适的啊 对啊 我可没碰啊 吃饭了 快尝尝 绝对美味 泡面啊 这能吃吗 多不健康啊 这位少爷 我可是奢侈的 把我最后两包泡面拿出来跟你分享 这是什么呀 泡面伴侣 这是我自己腌的 你自己做的 你等一下 来啦 来啦 这是什么呀 看着啊 这不就健康了吗 哪有女孩种这个呀 你懂什么 吃葱对身体好 而且吃完很快就长出来多省钱 这可是我的独门秘籍 等等 行了 你刚捡完葱 那只手给我 行了 行了 真是笨呀 看着 站住 转转转转 拿起来 吹吹 给 怎么样 好吃吗 好吃 学会了吗 里面还有惊喜呢 怎么样 我专门吃巨子给你煎的蛋 两个 两个呢 看来你对我还挺上心的 什么意思啊 我刚才在你的床头 看见了那张心情表 是不是跟我有关系啊 谁也许你偷看了 还有 谁说那个就跟你有关 那上面画的抓狂的表情 不就是我第一天来到有求必应的吗 那个画鞦韆的 是不是我们一起去福利院的那天 还有那个心动的表情 该不会你那天 你还吃不吃 我吃 我吃 吃 十一宁 她说她回家了 让我放心 这一天对她来说太难了 还好都过去了 那今天对你来说呢 我 我怎么了 我喜欢你 所以你今天的心情怎么样呢 胡渊阳 你还吃不吃 我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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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吃行吗 给我 先吃我这个 好吃吧 好吃 我吃 都吃了 他吃了 我吃了 今天谢谢 今天谢谢 你先说 今天谢谢你的面 我吃得很开心 也感受到了你的用心 那就好 快回去吧 是口是心扉 好 那我走了 好 我就知道有事 小心伤口 别忘了伤药 好 对了 我有东西要给你 这是我亲手给你做的罐头 新鲜水果做的 谢谢 行 那你路上小心 好 再见 好 回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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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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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回来 回来 轻轻拍了拍了还要起跑 可我看到全世界为我病个美好 心跳都掉了一秒 出口 还要是 猪狼 在这里边 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怎么又是他 傻大哥 作家云卷天涯 预演员唐依依不是恋爱关系 请造谣者自重 你看到的信息都是假的 云卷天涯 我告诉我 祝你好 还是我 依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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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夝囝